以前的那天 一样比以前过去的 被盖房的时候 亲家被扑了 都和纸一样在纸 我小时候从这边走路 知道我那个度五年级 这个度五年级 跟我妈妈一起坐到八天 八天再到工厂 五年级 还有自己带篮篮 带刀子 还有带烧 去工厂度数五年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好兼备的这样子 好万备好兼备这样子 因为以前我们这里上学都是走路 而且要走好远的地方 现在都在学校都在这里 明年的我小姑娘在上学 就在走几步就跑定了 以前小时候就根本没想过 就是那个现在是国家 现在政策越来越好 像棉包车也没得起来 一千项也没想过没想过 那么现在我们正在独龙家进行调试 那么本月就可以在独龙家开通这个实验场 应该说在独龙家 我觉得在医疗和教育行业 应该会有这个充足的应用 现在挺方便手机里面刷刷 刷一刷看看哪个喜欢就可以下单了 喜欢什么就可以下单了 过去我们是人家看不起的民族 共产党解放以后 大小民族在政治上毅力平等 有读书的潜力 从大民族大国大街 一起建设自己的家乡和自己的祖国 第二次大街坊 是通了共产党帮我们修了公路 国家不需要留守 国爱之灵不需要输大地 过去的七天路变成现在的两个小时 过去的洪山半年现在变成只有两个小时 第三次解放 都弄出赛仙脱皮前面收看 平凡的日子 一举不复防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